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十多年前我们学院有一个蘑菇教授 他专门研究真菌 非常的有个性 在他看来 蘑菇才是地球的主宰 地球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有人类 地球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这些问题都得问蘑菇 哪天蘑菇不高兴了 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将变成它的食物 任何石头矿物也将被它消化 变成土壤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蘑菇的故事 时间回到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那一年 达尔文说地球万物不是神创造的 而是自然进化的 这个时候 一个达尔文的学弟实在听不下去了 他扔出一颗化石 指着达尔文的鼻子说 来你给我说说这是什么东西 它是怎么个进化出来的 学弟扔出的这颗化石非常的惊悚 它只能叫做有机物 完全无法分类 像苔藓又像蘑菇 还像某种动物的组织 最要命的是 是它有8米高 简直就是一棵树 而且这种化石还不止一个 学弟在加拿大东边的半岛上发现了 一群又一群 达尔文当然回答不出来 这之后的140多年间 所有的生物学家也都回答不出来 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种化石在北极出现了 在中东的沙漠里出现了 在日本 在印度 在非洲都出现了 到了1980年代 科学家们主要分为了三派 苔藓派 菌类派 和植物派 每当有一派说话 另一派就会拍案而起 你们家的苔藓这么大 这个东西 大约在4.2亿年前 统治地球 长达5000万年 当时地球上几乎到处长着这种怪异的有机物 他们把岩石变成土壤 为植物提供庇护 孕育原始的昆虫 他们就像在有意改造地球的环境一样 那他们究竟是什么呢 难道真的是上帝放在地球上改造环境的生物工具吗 直到2007年的时候 一位研究这种化石研究了一辈子的老先生 终于给出了一个能够说服大多数人的结论 他说这是史前的巨型蘑菇 叫做圆山枣 是一种真菌 它在4.2亿年前开始改造地球 把陆地上的岩石变成土壤 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变成氧气 但是这种蘑菇在3.7亿年前突然灭绝了 就像是接到了什么命令一样 离开大地 跑到了树上 变成了岩壮菌 也就是一种灵芝 为什么会这样呢 至今这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也许蘑菇真的是某种上帝改造地球的生物武器 一直到今天 它隐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继续改造着地球 当年蘑菇教授问我们 最大的生物是什么 所有人都觉得 它是在用幼儿园生物体侮辱我们 有人反问 难道不是南京吗 蘑菇教授说 记住是蘑菇 在俄勒冈州 有1300个足球场那么大 重35000吨 已经有8600岁了 这个大家伙叫做蜜环菌 也就是一种真魔 小鸡炖蘑菇的那种蘑菇 据说2000年的时候 它也长出过一个巨大的子实体 大多数时间 它隐藏在森林的土壤当中 用菌丝连通了所有树木的树根 它从树根那里获取碳水化合物 然后输送一些养分给树根 科学家是如何判断它是一个生物的呢 因为这片森林当中几乎不长别的蘑菇 把森林里这些真魔拿出来做DNA分析 发现它们都是同一个个体 一直延伸到900万平米以外 才开始有不同的DNA蘑菇生长 再往外 一直延伸到2300万平米以外 这种DNA才消失 也就是说 这个蘑菇的身体 有900万平米那么大 四肢生开 足足有整个澳门岛那么大 菌丝生长的物理压力 能够轻松地超过10倍胎压 毫不留情的碾碎岩石 尖端产生的酵素 几乎可以溶解人类已知的任何材料 然后科学家们根据菌丝每年生长的长度 推算出来 这个家伙有2400岁到8600岁 有很多真菌学家认为 森林其实是一个整体 树木 小草 藤蔓等等这些森林里的生物 其实都是在互通信息的 就像阿凡达里幻想的一样 通过法变一连 阿凡达就能把意识连接到整个星球上 现实中 真菌的菌丝就和阿凡达的法变差不多 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蘑菇的时候 它的菌丝在地下 可能已经分布到了整个森林当中 目前已经发现的真菌 有10万种左右 原先生物学家估计真菌的总数大概有150万种 但现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 地球上的真菌可能有500万种以上 这绝对是地球上最庞大的生物类别了 我们目前的了解不到1% 你每呼吸一口空气 就会吞吐数百种真菌 人类的抗生素很难杀死真菌 因为真菌细胞和人体细胞太像了 我们目前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方法 只杀死真菌 不杀死人体细胞 比如香港脚 这个真菌有多顽固 大家应该都有体会 那如果隐藏在我们体内的真菌 哪天也爆发了呢 我们接着看一个让人不安的故事 13年前一组生物学家全副武装 来到了切尔若贝尼辐射最高的区域 他们要验证一个猜想 那就是变异的真菌 是否已经在超强辐射环境中生长 结果比他们的想象更惊奇 这里果然有不少真菌 而且生长树女比普通区域里的同种真菌 生长得还要快 那这些真菌的营养来源是什么呢 真菌无法光合作用 在普通环境中 它们必须从其他的植物或者腐败物 那里获取养分来生长 但是辐射区的植物和腐败物几乎为零呢 它们究竟在靠什么加速生长呢 研究结果让人惊掉了下巴 这些真菌竟然能够利用β辐射 靠辐射营养来生长 真菌专家说 淡定淡定 当年地球被宇宙辐射轰击的时候 它们就是这么生长的 长成八九米的大树 来改造地球环境 真正让人不安的问题是 这些靠辐射生长的变异真菌 它们的原始菌种究竟是什么 原来 它们是几乎隐藏在我们每个人体内的 隐求菌 时间回到2001年 温哥华的兽医们突然被顾客挤破了门 很多人的猫狗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它们的皮肤上面长出了肿块 肿块越来越大 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生长 就像是一条骨虫在皮肤下面慢慢蔓延 一周以内猫狗就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不久以后 医生们也开始接诊到很多相同病症的人类 他们抱怨自己的咳嗽一直好不了 回想起来都会说 大约是半年以前得了个小感冒 然后一直咳嗽到现在 医生们用CT观察他们的肺部 果然全是阴影 不是结合 不是癌症 而是密密麻麻的真菌军师 这种真菌正是变异的格特隐求菌 它在加拿大西海岸神出鬼没 1999年 2001年 2006年不定期的出现 致死率高达25% 科学家们对引求菌病爆发的原因 一直没有结论 理论上 这种只适合在热带生存的真菌 是怎么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爆发的 最终的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全球变暖 原先生活在热带的真菌 开始向南北两极扩散 扩散着途中出现了变异 杀伤人类 真菌就像在用这种方式与人类沟通一样 蘑菇会与人类沟通 这不是神话 史前的人类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 我们继续看 全球的森林当中都有一种能够沟通神明的人类 他们叫做萨满 不论是北美北欧还是西伯利亚 包括中国的东北清藏云贵 甚至是南美的丛林南极的火地岛都有萨满的声音 他们拿着一面大鼓喝下一碗蘑菇汤 然后就开始疯狂的舞蹈进入一种年通天神的状态 清藏的本教传说中说 萨满通灵以后可以告诉你远古文明的知识 蒙古的高原上 萨满告诉沉寂思寒的小儿子 托雷 你喝下去这碗水 你哥哥窝阔台的病就能痊愈 但是病魔会转移到你的身上 果然 托雷代替他哥哥死去了 东北的森林里 老萨满盯着日本长官的马 告诉他 你杀死了我的驯怒 那么我也要带走你的马的灵魂 第二天 大雪封山 日本小队的马匹 全部倒在了雪地里 喝着舒抹酒的印度萨满 写下了远古核战争的故事 没有舌头的英紐特萨满 掌管着极地恶林 世界尽头的火地岛萨满 预言人类文明的归属 萨满通灵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我曾经亲身拜访过一位厄温克萨满 他家里蘑菇汤的味道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许科学家说的没错 萨满都是在装神弄鬼 一切故事都是巧合 他们能够负重几十斤 用超越身体极限的体能去跳大神 只不过是因为喝了自幻蘑菇的龙汤堡 他们在蘑菇毒素的刺激下 身体和心灵都进入了一种超频的状态 那这种超频的状态 真的会连通某些东西吗 大家见仁见智吧 科学家说 萨满的龙汤堡主要来源于毒瘾伞 也就是超级马力吃了以后会变大的那种蘑菇 毒瘾伞中毒以后的典型症状就是视觉扭曲 你会觉得看什么东西都变大了或者变小了 自己的力量也无穷了 可以飞上天了 天上还有会飞的乌龟 也可以潜入深海了 深海中还有会潜水的乌龟 超级马力没有骗人 很多真菌专家冒死拿自己 做过人体实验以后 都会描述和超级马力一样的世界 包括圣诞老人 他的驯怒会飞 喜欢钻烟囱送礼物 是不是也很像喜欢钻水管的超级马力 他其实也可能是一个 毒瘾伞中毒的北极萨满 十多年前我还在公司实习 接了一个云南的大客户 项目主一大群人哗啦啦就杀到昆明 合同签订以后了 大家都很开心 我们就去吃了一顿蘑菇宴 那个蘑菇汤简直太好喝了 我们五六个人 喝了一锅又蓄水煮一锅 不停地吃不停地喝 白酒也干了好几瓶 吃完以后我们走在大街上 有个哥们说 可以啊 你看云南这偏僻的小镇街巷里 还有这么多霓虹灯 量化工程真的可以啊 结果第二天早上 清醒过来 我们下楼 发现整条街上 根本就没有离红灯 再回想一下 昨天晚上我们喝酒 有五六个服务员 围在我们旁边忙前忙后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中毒了 又不好意思直接说 到了客户公司一问 客户笑着说 你们吃得太急了 毒蘑菇还没煮熟了 蘑菇的毒素非常神奇 再给大家分享一种 致死率95%的超级毒蘑菇 千万别吃 毁灭天使就像一个平姑一样 白白净净 人出无害的样子 全球的温带基本都有分布 云南广东北年都会有 物食毁灭天使的报道 据说当你吃了这种蘑菇以后 你会觉得 这简直是天顶星级的美味 忍不住就要多吃几口 但是 50克就是致死量 无药可救 吃完以后8到24小时以内 就像吃了普通的毒蘑菇一样 会呕吐 会腹泻 会产生幻觉 通常这个时候中毒者会被送到医院 医生一般会问 吃了多少 如果回答是 很甜啊 汤都喝光了 那医生一般会悄悄的让家属 开始准备后食了 但是 接下来的两三天当中 你会好转 就跟没事人一样 还能下床 食欲也不错 甚至还想再来点那种美味的白蘑菇 你甚至都无法理解 医生为什么要这么吓唬你 但事实上 这是毒蘑菇留给你的遗言时间 再过三到四天 毒素爆发 肝细胞最先坏死 肝脏衰竭 接着肾脏衰竭 脸色变成蜡黄 变成颤白 接着再变成乌黑 大量的泪出血同时出现 甚至会从你的鼻孔当中流出来 一阵阵咳嗽 咳出来的 是正在化成血水的五脏六夫 毁灭天使的毒素无药可救 因为它攻击的是RNA聚合酶 让人体的DNA分子无法复制 从生物的中心法则入手 一击必杀 这比攻击神经攻击心血管的 蛇毒疯毒 实在是猛太多了 虽然毒蘑菇很恐怖 但是如果你发烧 感染 去医院 医生依旧会往你身体当中注射超大剂量的毒蘑菇 时间回到1940年 牛津大学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耐心的提取一种蘑菇毒素 青霉素 他们相信青霉素注射到人体当中以后就能抑制细菌生长 让人体免于细菌感染 到了1941年春天 他们终于提取了足够量的青霉素 于是他们在一位井长身上进行人体实验 井长叫做埃伯特亚历三大 他在花园里修剪玫瑰花的时候 荆棘划伤了他的脸 然后感染扩散了 他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 这个时候他神志不清 瀕临死亡 这就是青霉素诞生以前的世界 人类很脆弱 被玫瑰花划伤 就有可能死于感染 青霉素注射到他体内 效果惊呆了所有人 两天内他就做起来了 几乎就恢复了正常 但是储存的青霉素很快就不够用了 绝望中科学家们从亚历三大的大小便当中 过滤青霉素 重新注射到他身体内 但是四天以后 青霉素还是用完了 可怜的亚历三大最终没能被拯救 当时全世界都忙于二战 只有美国有闲心 关注到了一颗香瓜 1943年 一位叫做玛丽亨特的实验室助理 买了一颗香瓜 实验很忙 香瓜就放那放旺了 直到有一天 香瓜发霉了 亨特说 瓜上面长出了一种非常好看的金色霉菌 他们刮下了霉菌 然后把香瓜给分了 接着他们测试了这种金色霉菌 发现他比之前测试的任何霉菌药效 都要强200倍 也许你不知道 从那天以后 人类生产的所有青霉素 都来自于那颗香瓜 好了 蘑菇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地球的主人是病毒 病毒净化成细菌 然后上帝说 要有真菌 于是真菌开始改造地球 演化万物 主宰一切 是这个意思吗 我会以后 让你制作为 我会以后 看起来 是个青霉菌 是个青霉菌 一切 不要 都要 我看起来 你 不然 看起来